用紙本就好了 你幹嘛用電腦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怎麼知道這裡面有幾個字 我們可以插入函數 找到LEN這個函數 所以一樣在哪裡呢 文字 裡面的LEN 所以這邊的話LEN找到了 那接下來請各位慢慢習慣 他會跟你講一些你要什麼東西 他幫你傳回什麼東西 也就是幫你算裡面有幾個字的意思 所以他數數數數完之後告訴你結果就對了 所以 那只要給他一個什麼文字 所以按確定之後你給他文字在哪裡 他會問你說你的文字在哪裡啊 那就告訴他在這裡 就是B3 你幫我把B3裡面算一下幾個字啊 他就算 算完之後兔回來告訴你 有10個字 OK 所以結果他就把這個10 再丟到這個儲存格 按確定 好 那你把他向下填滿 這個地方就不用鎖了 因為如果鎖住的話 所有都算B3的 所以我要算底下吧 所以你不鎖的話就B4 B5 B6 放開 那你會發現 你再去牛肉圈 他就會這樣子 你會發現 很多人都在我之前看 你會發現 感谢观看